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师父跟到我们谈到了学佛与佛学的关系,那么师父说佛法真的是泡汉无边,我们从并生之力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全部了解,那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也许我们只要找到一把钥匙,然后呢,深入里面,然后找到你自己喜欢的,然后呢,一方面体验,一方面实践,然后对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怎么样体验,怎么样实践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灵法师,师父您好,陈佑姐好,是,师父您在上一集里面提到了,大部分像我一样的人,也许没有办法去理解很深的佛法,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让佛法成为我们所用,怎么做呢? 就是在我的团体里面呢,大家也是这样子的,期待,佛啊,这个,这个,只能忘我啊,所以跟着我修佛,是不是他们也能够修到我这样子,才叫做修佛啊? 我说错的,我说我这样子的人呢,是从小,呃,一边在学,一边在用,嗯,一边在研究,一边在,在奉献,嗯,我是为了奉献, 不去研究,是,是,不学的,那,因为我是啊,为了有更多的,材料,奉献给人,还有呢,我为了要,要,把佛法里面的,这好的部分,浓缩,成为现代的人,大家都能用这东西,是,因此呢,我必须啊,要把佛法里,佛法的, 大致上也通,嗯,通了以后,这佛法的原则,嗯,长不住了以后,嗯,那我就可以啊,自由奉燃,也可以,呃,在任何一点上,是,讲出来,都说跟,其他的部门,其他的,这个,这个,复学的观点呢,都能够继统的,是,不会断路,不会走出去以后,回不了头,不会一直走下去以后啊,不知道走哪儿去了,不会, 可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又能够有用,哎,在日常生活里面,绝对有用,而且呢,不会啊,离开啊, 佛法,离开,离开佛法的,这个,这是我啊,这个,经过五十年来,的一种啊,体验了哦,那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在看佛书,我现在还要看佛经,嗯,我还要看论典,嗯,我觉得直接还是不动,真的也是这样,不是谦虚,嗯,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采迦牟尼佛,我也不是那些菩萨,那些,这个、혜论的是菩萨,这个,这个说出经典来,就是佛,他们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只能够说,哎,大家在我的立场,我的体验 我打算我认识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就是佛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那些佛杀们的 那么深奥的意思 我想我不用 所以这个我已经成佛 我已经是大佛杀 因此呢 我自己觉得自己呢 还是懂得很少 因为懂得很少 觉得懂得很少 所以必须还继续看 那我现在要 下面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 那像我们这样子 连皮毛都谈不上的人 就是绝对度数的人 像你这样子的人 懂吗 好像是懂得一点 就是不懂吗 真的不懂 这样 师父讲好多 我也是都不懂 但没什么关系 那我呢 劝告大家们 懂一个有这 那就是佛法 那我在上几集里边 我曾经讲到啊 释迦牟尼佛说 缘起信空 就是佛法 如果谁知道 缘起信空呢 就是知道了法 知道了法 就是等于是见到了佛 对 我记得 那就够了 比如佛都见到了 你还要怎么样 还有见空性 知空性 见空性 就是这个是一个 非常基本的 非常基本的 重要的原则 很多的这个宗教 这个宗教师 他们说 子弟是佛教徒 子弟也是一位什么 佛教里边的 弘扬复法的大师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空 也没有讲空 不断地是讲有 都是讲有 讲神通 讲有 讲感应 讲有 讲功德 讲有 讲罪恶 讲有 用啊 威信 利诱 用这种方式 来吓唬人家 然后呢 叫人家出功德 叫人家消灾 这都是这样的有 这些错了没有呢 这是呢 说 因缘有 我怎么说 他只看到了因缘有 只看到了因缘有 又说他 不是他错了吗 并没有 因缘讲因果吧 因缘有 因果有 但是自信空 没有讲 所以只对了一代 自信空没有讲呢 这个伏法 可以说 他这个 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佛法 相似 就是好像是 它不是真正的 正确的佛法 那我呢 就是不断的 要提醒 因缘有 因果有 自信要空 那因缘有 因果有 这是一个步骤 这个出阶 走错 就修行 一定是要讲有的 但是呢 修行当下 就不要 为了计较 自己 得到什么多次 不要执着于有 不要执着于 自己的有 是 那这不断地 不断地 走向了空观 中观的路呢 这个是最平安的 这个是最正确的 但是 这个是 就是讲了中观 讲了空观 就变成否定的因缘 因果呢 并没有 这个呢 就是 就是 政治建造了佛法了 所以 听过我们大法国的 经文的人呢 我说 也就是懂得佛法了 懂得正确的佛法了 那懂得正确的佛法 照着去做 我们随时随地啊 都可以啊 练习着 使得自己过得更快乐一点 嗯 不会啊 斤斤计较 不会呢 换得换色 嗯 这个就是正确的佛法 啊 我想 懂得 因果 因缘 空 和中 各种 是 现在我终于了解 为什么师父要花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心血 给我们讲 缘起信空 自信空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师父说 只要我们懂得佛法的原则 然后有体验 然后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践 其实 我们就生活在佛法当中了 那么也希望你在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那么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告诉我们如何来修习佛法 那么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听闻正确的佛法 然后呢 掌握原则 实时去体验 然后呢 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实践它 那么实践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说 佛是福慧双修 福慧都充足 那么很多人也希望自己 能够到达这样的境界 那福慧双修 从实践上来讲 怎么修呢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设言法师 师父您好 主要就好 是 师父我们修佛的人啊 最起码都听过 福慧双修这四个字 听起来很简单 福慧双修 可是我想背后 也有很多很深奥的道理 而且在实践上 恐怕也有它的次第 就是到底顺序 步骤是怎样 是不是给师父给我们说明一下 这地球是又深又浅的 还有次第的 通常来讲的话 所以福慧双修啊 修佛呢 就是我们讲人天福报 那就是凡是对人有益的事都做 修桥啊 布鲁啊 布施 施舌啊 施意啊 施食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修佛的 其实不一定 一定要具体的什么行动 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待人几乎之间呢 多几人远 都让人家得利益 其实一句赞叹的话 一句勉励的话 也是在修复啊 还有人家给我们 给我们 就粗重的 一些刺激的语言 我们当下如果能够忍一下 也是重负味 如果我们反击他 死鸡痛苦了 对方痛苦了 这个双臂的 双向的两边都痛苦 卖后苦了 那就不是重的字 重负就是呢 人家错误的 我们第一个是原谅他 第二个忍受他 第三个到机会啊 咱们有机会的时候 来给他商量 或者是能够改善他 吸毒他 这个都是修复 那这是我们呢 在平常的生活里面的 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更进一步的 的福报啊 就是大慈悲心 我们又叫做大菩提心 所以大慈悲心 大菩提心呢 就是对于 现在的人 以及众生 对未来的人 以及众生 对于我们能够 接触到的人和众生 都希望对他们有益 而不是呢 希望从他们身上 得到益处 这是指定 如何的奉献他们 如何的奉献他们 那么这一点 比如说我个人 至少也收到了一点点 那就是呢 我跟任何人相处 或者是啊 跟任何人见面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 我对他有什么好处 而不是先考虑他 他对我对有什么好处 因为特定的对象 而希望给他什么 而是希望呢 任何人给我去出道的时候 我都希望呢 给他一些什么 我是一无所有 出家人有什么 但是呢 有智慧 我懂得一点智慧 不是我的 是夫法的智慧 夫法的智慧 我用夫法的智慧 来去出人 一般的人都是颠倒的 思想是颠倒的 观念是颠倒的 因此而痛苦 而烦恼 那我呢 能够去出他们 帮助他们的一些什么 那么这些都是呢 我们讲就是 这是发的不知性 或者是发的慈悲性 那是不是有一天呢 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呢 没有 永远做不完的工作 这一生做不完 下一生 一直在沉浮为止 没有想到要休息 没有想到说 哎呀我找一个时间 来度个假吧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呢 有很多人可怜我 说我没有假人 嗯 好像是 我没有假期 没有假日 有人约我啊 说到哪去旅行 我说 我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旅行的这个 本钱 我也没有旅行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我的 生命有限 我的 我的自己的时间有限 我要好好地用我这个时间呢 来做我的愿性之中 发过的愿 要做的事 这究竟要做什么事 我就是允许我能够做的事 我就去做 做什么 做有意有人的事 那么这个是不是不得了呢 因为什么不得了 这是我在修佛 这是我在修佛 这个修到 做到什么程度为止 这是无止境地修下去 一直到成佛为止 那这 佛就满到 那 那成佛的这个佛是没有满到 这是修佛 那修慧呢 是 智慧 往往啊 有的人把它解释成为知识 和修问 这是错的 智慧啊 又分为两类 一类呢 这是世间的智慧 世间的智慧呢 是各种各样的知识修问 那 有机会 要学习 知识修问 技能 要学 学的做什么 学的可以啊 这是工具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知识修问 技能呢 你就 没有更大的能力 有更多的机会 来做奉献 那学了 你学得多 那知道得多 你能够懂得多 能多 那你就多一点 机会啊 来奉献给人 如果这样子想法的话呢 虽然是修的是世间智慧 世间知识 也算是智慧 另外一种啊 就出世间的智慧 下一次再讲 是 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 师父告诉我们 如何修福修慧 也希望您在生活里面 能够实践 更欢迎您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一起分享 佛法的知识 那在上集里呢 师父告诉我们如何来修福和修慧 我们师父也谈到 所谓的修福呢 就是要尽量的多做好事 尽量的帮助别人 处处的为众生着想 师父也说他 那么他经常 为了要实践自己的怨心 为了要修福 所以呢 他没有星期假日 从来不休息 那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那这样是不是太紧张 太辛苦了呢 是不是修福 一定要用苦修的方式呢 那我们继续来讲 摄影法师 师父您好 是师父我们常听说过叫苦修 以前讲修行的苦修 那么修福是不是 也要像师父这样 这样苦修啊 师父你是不是太辛苦了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辛苦的修 才会有福 的确是 苦修 才能成功 苦修也只能感动人 苦修呢 也能够使自己啊 成长得快一些 可是这个苦子啊 要给他好好地啊 考量一下 这个究竟是 是谁的苦 谁以为苦 从旁观者 或者是从啊 都是 有这种啊 心愿的 发了这种 菩提心的人 立场来看 那 是一种 是苦 的确是很苦 很苦 如果发了菩提心的人 他自己愿意做的事 自己心甘情愿地做 自己快快乐乐地在做 自己有这么一个姻缘 自己有这么一个机会 让他做 当然很高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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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呢 当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强迫着你去做的时候 这是很痛苦的事 你再 轻松 你也会觉得痛苦 所以我想这个 跟你的兴趣 跟你 是不是能实践 你的怨心 有很大的 有关系 所以有些人认为 像我们这样的出家人 这么辛苦 那他们的儿女都不想出家了 不要让 不要让朋友的儿女出家 都是这么辛苦的 其实就得痛苦 他们的儿女不出家 也很痛苦 但是我这个样子生活 我过得很快乐了 因为这是各起所在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是觉得苦的 虽然 比如说我 说我没有假期 我没有假日 但是我天天都在度假 怎么说 比如说我现在 在跟你谈 谈佛法 在录 这个大法谷的这个录影 很辛苦啊 非常辛苦啊 非常辛苦啊 我们一天要落过二十几 对 不停的说 师父说我不停的给你考试 对 像这个事情 从旁观的 从其他的人来看 一定说师父你好累哦 师父你好幸福啊 其实陈佑琴也很辛苦啊 我还好 我听闻佛法 我觉得很欢喜 对啊 我们已经呢 落了一千 一千 一千多级了 是 但是我们觉得 这起所在 快快乐了 每次来录影的时候啊 我做的很快乐 师父 我快乐是因为 我觉得我有进步 那你是一直在奉献出来 你为什么会快乐 太快乐了 因为你是有进步 我也在进步 为什么呢 我想要做的是 就有人家愿意记收 我想要把福法奉献给人 也分享给人 就有人愿意记收 那我不是太快乐了 我要送的礼物 就有人在记收 假如我要送礼物给人 没有人记收 我很痛苦 那表示我这个礼物不好 那我这个 我们这个大法谷 这个节目还不错 所以是我很有成就感 所以是呢 落这个大法谷的时候 虽然蛮辛苦的 这个体力上是很累的 有时候讲的声音都哑了 但是呢 心情很愉快 就觉得 我这个工作就是 跟什么 跟这个度假是一样的 我相信你也有这个经验 就是度假的时候也很累 老实说也是 坐车 坐飞机 然后到了目的地呢 又是忙忙碌碌的进进出出 要进入旅馆 再去买票 要去做什么 要看什么 也是很累 但是呢 因为是跟工作不一样 工作呢 就是固定的一天 这是非常白板的工作 可是呢 你在度假的时候 出去玩的时候呢 这是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所以新鲜 所以新鲜 跟日常生活也有变化 对 还有呢 你没听到说过没有 所以 树中乐 树中乐 树中只有黄金物 树中只有盐如玉 所以有些人认为 读书多了以后啊 一定可以发财 也可以升官 一定可以娶到好老婆 其实这种解释法是错的 就是说 读书的人 以读书为乐 在欣赏 以及接收书本中的知识 学问 以及进入书本中的天地 世界去 实际是太快乐了 因此不喜欢读书的 拼命教他读书 勉强教他读书 读得很痛苦 但是呢 他们有兴趣读书 读得有兴趣的书 不一定是快乐的 你不叫他读他还觉得很痛苦 是 所以是像我们来讲的话 很快乐 所以这么说来 其实苦乐 不在于环境 不在于你做的是什么事 而关键就在存乎一新 对 所以你觉得苦就是苦 你觉得乐就是乐 是 体力上的 体力上的付出 时间上的付出 不一定啊 就是苦啊 虽然 好像吃的也是不好 生活的环境不好 但是自己心甘情愿地 愿意这样做的 这就是快乐啊 是 所以在修福的时候 是在享受快乐 也是在享受快乐 是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也是在享受快乐 是 所以说我只劝人家呢 是修福的人呢 往往就是没有得到报酬 修福就是付出给人 其实付出给人的同时 已经得到了福报 已经得到了快乐 已经得到了享受 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是 已经够了 是 谢谢师傅开始 师傅说在愿心中 去修福呢 世上的自己是最快乐的 也欢迎您 跟我们一起来品尝这种快乐 更欢迎您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